快看 这种墨色的菊花 你喜欢吗 接下来车老师就教你画墨菊 很简单 看完你也会 准备普通生鲜纸即可 第二 准备透胶水 俗称说话专用胶水 用胶水将笔头调满蛋墨 然后糖笔沾浓墨 第三 开始从花心画起 花瓣成爆合姿态 注意要点 直到浓墨画完 才能再继续沾墨 这样出来的墨色整体就有浓淡变化 透胶水的作用就是锁住墨色不阴开 中间部分的花瓣要短 用透胶水调出来的墨也可以画虾 能画出透明状 第四 逐渐画外围花瓣 外围花瓣要有穿插和错误 注意要点 外围花瓣姿态要柔美 可粘管调风 实现一笔墨色有变化 用笔可从里向外也可有外网 顶端多碎笔 对外围花瓣开始逐渐下垂姿态 注意要点 花瓣头要翘起体现活力 最后进行丰富和调整 可穿插一些墨色比较浓的花瓣 点赞收藏去试试吧